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叫阿龙 我现在是一个全职的毛笔书法写字人 同时我也有五至六年的创作 以及教学的经验 毛笔书法对我来说 除了是一个事业 亦是一个兴趣 我很希望可以将毛笔书法的好处 这个艺术分享给大家知道 所以除了有教班之外 亦都有一些书籍去出版 令大家知道毛笔原来有很多好处 这是我最新出版的书籍 叫做《书心》 《书心》是我这五六年的创作 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作品集 里面包含了很多我这段期间的 一些字句的分享 有些合体的字句 还有很多一些留白的空间 看看是在哪里 有什么作用呢 大家可以留一想 我首先分享这个《书心》的名字的由来 其实《书心》这个名字有三个含义 第一个意思就是书写的书 顾名思义就是很鼓励大家 在这些留白的空间里面 看到这些句子的时候 但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东西想写的时候 都很鼓励大家拿起支笔 去到写出来的 这个第一个字就是书写的书 第二个含义就是书法的书 书就是书手边 右边做个语字 书法自己的情感 其实是写字 为什么要写字呢 一方面就是 可能在公事上要跟别人沟通 但其实都可以跟别人自己沟通 这本书就是希望大家拿起支笔 和自己书法的情绪 一些很久没有说过 隐藏了很久的一些情感 一些事情 其实都可以很鼓励大家 透过书写 将这些情绪书法出来 最后达至第三个字 第三个含义 就是书展的书 舒服的书 可以令到自己的身心舒畅 其实你每一个读者 都是作者之一 我希望大家可以拿起支笔 在看书的时候 看这本书的时候 如果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感受 是想写出来 即使拿起支笔 把它记录下来 希望大家写完之后 书法完之后 可以将一个心里 一些截了很久的心头弹石搬走 那个心就会舒畅很多 这个就是我这个书名 书心的三个解释